你看过这么夸张的火影吗 明人走上了黑暗的道路 并独自一人解决掉了六道佩恩 而左珠这边则是因为干掉了 与之波幼而成为了村子里的英雄 就在明人前往牧业复仇的路上 戴土突然出现拦住了他 戴土一上来就表明 他现在的目的并不是抓捕明人 而是有话要跟他说 但明人对和他谈话并没有半点兴趣 戴土没办法了只好寄出杀手锏 这可是跟摧毁牧业息息相关的消息 听到摧毁牧业 明人的兴趣一下子就上来了 而戴土要跟他说的 正是有关与之波幼灭族的真相 得知这一劲爆消息 明人很快就找到了 如今被称为牧业英雄的佐助 明人将与之波幼的真相 一一告诉给了佐助 被蒙在鼓里的佐助顿时瞠目结舌 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吧 这不可能 又杀掉了全族的人 唯独放过了弱小的你 这就是证据 为了让你成为牧业的英雄 他甚至又亲自创造你们的决斗 并在战斗中死在你的手里 消息太过于劲爆 佐助一时间根本接受不了 这就是又的真相 看到佐助的内心有所动摇 明人终于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 那便是和佐助联手一起摧毁牧业 佐助并没有立刻给出他的答案 就在这时 塔卡西出现了 他质问明人真的要摧毁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吗 明人的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一片和平的木叶立马封烟四起 村民四处逃窜 但在慌乱的人群中却有一人流下了泪水 明人站在火影岩上默默地看着眼前 这个曾经唾弃了他的村子 如今虽然大仇得报 但是一阵阵空虚感却不由地涌上心头 这时突然一个巴掌狠狠地拍在了他的脸上 而拍醒他的正是太子妃出田